上週末舉辦了一場新竹市荔枝節活動 以推廣山山區出產的在地荔枝與農特產品為主 期望讓更多民眾看見新竹在地的優質農產品 今天由市長出席以後 我們市議會可以說半數一眼參與 今天這個荔枝節的開幕典禮 證明說我們新竹市府會 都非常關心我們的農民我們的農產品 這是農會要代表農民 感謝我們的市政民 也希望說市長所講的 這個地方能夠變成我們的農夫市集 我們農產品能夠自產自銷 在這邊給增加農民生財工具 新竹市是全台最北的荔枝產地 每年大約在6月底7月初成熟 是全台最晚產出的一批 今年的荔枝因為寒海與氣候不穩 產量不到往年的一成 市長也邀請大家到鄉上來一場輕旅行 實際品嘗自己親手採的荔枝 感受最新鮮的美味 新竹市的香山荔枝是我們台灣最北的一個產地 熱愛吃荔枝的朋友 如果您錯過了今年的荔枝 不要擔心 最晚產量的荔枝就在我們新竹市 而且我們新竹市的荔枝呢是百年的老長喔 所以口味特別的不一樣 那不過今年呢 因為在前一段時間遇到這個寒海喔 所以我們新竹市香山的荔枝 今年可以說是限量發行喔 非常非常的珍貴 我們很希望說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市集活動 來推廣我們在地的農產品 荔枝也能入菜 無論是做成果凍或是貢丸 都是相當吸引人的美味 新竹市農會也透過這次活動 呼籲大家支持在地農產品 享受最新鮮的美味 凱博新竹陳若宜紅採訪報導